Gonk KonK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小梁哥 你們男生都很奇怪 怎麼說呢 為什麼都喜歡撒亡 哺女 對每一個女生都一樣好咧 瘀姐 妳婚前也是一個男人 妳要想想看 好好講話 妳這個還不叛 為什麼要完全是一個男人 你要想想看 將心比心 男人都是這樣想 何必為了一棵樹 放棄 放棄 放棄整座森林呢 對不對 像以前古早時代 那種江太公釣魚 只拿一根釣竿 那個年代已經過去了好不好 好壞喔 好啊 那我問你 你有沒有碰過那種 無差別對待的女生 導播 看看我的外型 怎樣 哪裡 玉樹林峰 這還不噴啊 所有的女孩子看到我 當然是 對我有差別待遇的好嗎 噴一下太少了 再一次 怕怎麼這麼大公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啦 當然啦 在外面啦 對女孩子細心愛心 這個都是對的好不好 可是你要想想看 你回去的時候 你枕邊人還是那一個人喔 想過好日子的時候 最好還是要有一點差別待遇 就是 對 我們就要來介紹啦 我們今天的女人團 這三位呢 她們說她們的老公 或是她們的另外一半 對她們 完全是無差別待遇 感覺不到她們的另外一半 眼中只有她們 對 歡迎我們三位女人團 歡迎 好 當然我們這邊各國的型男 對每一個人 都是有差別待遇的 尤其對自己的另一半 是最好的 歡迎我們的型男團 男女交往貴在真誠 親疏遠近 當然得分個仔細 今天型男們對於無差別對待 很有心得 像是夢多 就因此惹惱女友 而肚力則是被耍得團團轉 還被當成色狼 到底型男們 還分享什麼樣的心事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我們要來請問一下我們的女人團 有沒有碰到無差別對待的男人 對誰都一樣 對妳也是那麼一樣 有嗎 其實在身邊很多這種男人 尤其她的心如果還沒有定下來的時候 她其實對所有的女人 她就是一樣會撒網 但是Julie姐 對妳來講應該是成年往事了吧 好厲害 開始了 騙刺在我身上嗎 我們聊的不一定是愛情獵人 對啊 難道Julie姐這一生只有一個男人嗎 你還真說對嗎 在我心中她就是這麼的專情 是不是 我跟你講 從頭到尾只交過一個男朋友 就到現在 你看 所以她出辛苦了 這是講給婆婆聽 等一下Julie姐妳剛剛為什麼會看上面 妳上面沒有那個東西會打 因為我剛剛怕怕會被打 上面沒有東西會打妳 這個我怕打雷 第二個我怕乾冰 所以看一下 其實以前就有遇過這種男生 他就是怎麼樣 就是對每一個女生一樣 不管老 年輕 胖或瘦 她一樣都會虛寒問暖 比如說我們大家一起一夥出去玩 對不對 那她就會對女孩子講說 欸好啦 那妳要回家的時候要小心喔 然後呢等一下坐車之後要小心喔 回到家裡以後 欸妳可以跟我簡訊一下 我就知道妳安全到家 這很合理 對 這不是合不合理的問 我想要請問女生們 這樣對女生而言 是不是屬於放電的一種 對 當然是 可是她是 如果她對交來阿嬤這樣講呢 這樣可以放電嗎 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 我跟妳講 妳不要看交來阿嬤 搞不好很多人愛 卓欣你有遇過這樣的人嗎 她講的那種狀況我也有遇過 因為有的女孩子 她也是會用這種方式來放電 就我們認為啦 比方說今天天氣很冷 然後買了一杯熱咖啡 或是熱菊茶 天啊 然後在那邊喝 喝完之後回過頭來問妳說 要不要喝一口 她已經喝過了 對 她喝過了 對 她喝過了 她還喝過喔 妳說要不要喝一口 而且上面還有那個蓋子 只有一個小小的口對不對 對 而且它有點口紅印在上面 那就是間接接吻了 郭欣 搞不好妳那時候是這樣 等一下 我要澄清一下 郭欣講這件事情 真的很不人道 為什麼呢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個女生是你嗎 不是 因為我常看她幹這種事 是不是 真的假的 我跟妳講我發誓 每一次只要她買一瓶飲料 是 旁邊只要有女的 不管那個人是誰 她就會說 妳要不要喝一口 傻 是不是 然後我就會看一下 妳跟她很熟嗎 對啊 所以她也是不分對象 她完全不熟 因為妳會 如果妳隔壁真的做交來啊 馬 妳真的會問她嗎 喔 應該會問說 要不要幫妳買一杯 什麼這樣 我懂了 所以她對我就是這樣 她說說 要不要幫妳買一杯 她不會請我 還挑喔 對 身世 這樣妳會覺得她對妳很特別 我會覺得這樣子是有感覺的 然後就會想說 是不是有機會這樣 小人哥不要再想了 現在不行了 想太多 夢多了解我在想什麼 可是人家女生沒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她可能對大家都是這樣子 有可能她只是友善 基於一個禮貌 她還希望妳說我不用謝謝 對 因為搞不好她在喝 妳一直盯著她看 她只好說妳要不要喝一口 妳要不要喝一口 對啊 禮貌而已 不需要嗎 我會誤會 體育界會有這樣的事情嗎 體育界這種事情才多 聽說體育界很亂 是不是真的 好好講 對… 下次直接噴 聊聊這邊不行嗎 而且不要蓋瓜整個體育界 我們游泳隊是還好 喔 游泳隊 是嗎 聽說游泳隊也是喔 游泳隊最多 游泳隊大家都穿一個三角褲 穿一個那個褲 沒辦法我們就是要穿這樣子 高叉泳穿 然後在那個更衣室 哇塞 為什麼我們男女封開都不會喜歡 好恐怖喔 聊聊正常的體育 對 我跟你講 之前我們在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 我們球隊有一個那種經理 我那時候應該是大三 已經是學長了 來了一個大一的學妹 長得也是很可愛 矮矮小小 是我的菜白白的這樣 然後呢 就覺得有意無意呢 我們在練球下來的時候 他就會拿水啊 或者是 遞毛巾給我這樣 球場經理 助理 對 應該這麼做對不對 是沒錯 對啊 他會遞給每個人都是水 遞給我的就是運動飲料 哇 不一樣 為什麼 別人不一樣 就跟別人不一樣 而且我的毛巾都香香的 哇塞 有他可能他的香味在上面 有特地有喜 有香味 很棒 我就想說哇這個女生 又是我的菜小小白白好可愛 我那時候剛好沒有女朋友 於是呢 在稍微認識了大概 一陣子以後 我就約他去看電影 我說學妹晚上我們去 要不要看一個電影 他說好啊好啊 結果呢 到了那個電影院 除了他以外 他另外帶了三個我們的隊友 一起來 欸學長看電影喔 漂亮啊 學長今天請客喔 這樣子 這很奇怪 對啊 到底是什麼心態 結果我發現他 什麼心態 其實他是跟大家都會聊得很開心 然後可能跟大家 他不覺得是在放電 而且他遞給你運動 他可能覺得你就是特別的快 流汗流的特別的快 怕你暈倒而已 對有可能 他可能覺得我可能需要補充一些 那個糖分 電解質什麼之類的啊 對 我小時候練排球的時候 也有學長都對我們很好 就是你可能一受傷 他就會過來先幫你冰敷 然後再等一下 然後再幫你看一下 再把你再去那個鐵打中醫 你就覺得 很開心 因為你長得正啊 會不會學長 旁邊醜妹受傷他就不理 學長會不會 因為你長得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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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如果你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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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a姐那時候打排球的照片 你就會知道 我只是短 超帥 你講的是 你講的是泰國的那一部 賣座名片 什麼打排球那一部 什麼打排球那一部 那我這樣聽起來 為什麼都是在運動的時候 會發生這些事情 對 因為我們會受傷 就會有人來嘘寒問暖 搞半天 他只是因為他很怕 我們的戰績被影響 因為我是最高的那個 中間籃網的 然後再加上那個鐵打損傷 所以就是整個球隊 也是一種拉生意就對了 所以就是整個球隊 有人受傷 他就是會過 我先幫你冰敷 然後再幫你再去 你還不懂意思嗎 純粹做生意而已 想那麼多 好壞 今天戰力很足耶 聽完了排球隊 想不想聽一下 對 巴西女生應該很熱情耶 真的… 我跟你講有一次 我有去夜店 然後那個時候更好 我就去跟朋友 很多朋友去 然後那個時候 我遇到一個女生啊 然後那個女生 不到很美 不到很漂亮 但是她又非常非常的熱情耶 她就是跟每一個男生 就是聊天 聊得很開心啊 然後那個時候 我剛好開始跟她聊天啊 就是了解她的個性 大概是怎樣啊 然後我們就兩個坐著 然後我們開始聊天 大概聊了一個半個小時 然後我們聊得很開心 然後那個時候 就因為可能有機會啊 因為… 對啊 聊這麼久 對… 她可能就是… 她沒有很漂亮 但是又那個… 很熱情的 為什麼她只強調她沒有很漂亮啊 沒有… 因為是真的… 因為是真的… 可是她說很漂亮 可是手一直擺在這 可是她很… 很熱情耶 沒有… 但不是最重要的 個性也是很重要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跟她聊天啊 然後我看… 哇… 這個很熱情啊 就是好像巴西的女生耶 然後結果呢… 然後呢… 我因為… 有跟她機會啊 結果她就抱出去啊 就走了 對 她就走了 所以我就覺得… 哇… 可以… 這麼熱情啊 真的嗎 太熱情了 太熱情了 要了一個蹦個掃血 結果都沒什麼 這個是不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又沒有要她的電話 沒有啊 我嘛 我知道… 因為那個女生當初她看到你的時候 她就想說 哇…這個男生很熱情 可是長得很普通 就是… 對…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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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講完她就走人了 對啊 費丹尼搞不好她只在等人 殺時間而已 真的 沒有啦 你的印象中她… 那個女孩子的類型 比較像… 我們棚內哪一位 哪一位的類型 因為你一直說不是很漂亮 對 是哪一位呢 你最好想清楚再講 我沒辦法跟你講 三個都那麼漂亮啊 這麼聰明啊 讓你滑過 她想要簽長期 對 但是你剛剛說 聊了一個半小時是不是 我們問一下女生 你會對什麼樣的男生 我們聊一個半小時 其實真的在等人 或者是殺時間 是真的有可能 是真的也會 而且真的是沒有任何意思 對對方 就只是聊天而已啊 比如說我覺得要看人 對啊 比如說我們跟Judy姐 聊一個半小時 那可能真的是外面下雨 沒有地方 幹嘛下雨 我很好聊耶 妳好不好 請問一下 等一下 有時候那個主持人 可以轉過去的嗎 真是的 有時候也可以轉 有時候也可以轉 那妳是大嫂啊 如果你跟小小魚 你聊一個半小時 你會聊什麼 我跟你講游泳隊的就是說 就是說 為什麼眼神要變 不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麼穩 可以再長一點講 游泳隊他們那個泳裝 都是怎麼選的 好熱情 我不會說Bikini好不好 我請教一下 那種選手級的泳裝的配備 好奇啊 好奇啊 鯊魚裝那種感覺 你為什麼要往那種奇怪的地方想 對啊 好啦 那我們再問欣南 如果有一個女生 願意這樣子跟你聊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你覺得她是對你有興趣嗎 如果是的請舉圈 不是的請舉叉 這麼多圈 一定有 怎麼會 不是有啊 聽聽美國人的想法 我就是覺得很多女生會用這一套 因為男生 我們通常不會聊那麼久吧 除非我們對你有意識 那又 但是女生他們很喜歡講話 你們太愛講話了 然後這樣就是用這一套來騙我們男生啊 好像在抱怨 我有一點生氣 我那時候非常非常的難過 那你可以用你的白眼球看他啊 其實都有啊 有嗎 有嗎 有一點 有 嗨 好嗎 然後我講我的故事再說好不好 等一下再聯絡好不好 但是就是有一次我就遇到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身材又好啊 什麼什麼 她也會唱歌 然後我就說 這個人非常好 然後我們每天在聊天 聊了大概幾個禮拜 如果你每天聊天 你會覺得 應該 應該是她對我有意思 肯定你對 每天 每天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朋友要結婚 你要不要來參加 她就是當我的旅行之類的 太明顯了 對啊 而且她是住另外一個城市 然後她就說 她有說這句嗎 她有說嗎 她是這樣說的 她說當然可以 因為她在她原來的地方 誰會拒絕 她在她原來的地方 也沒有家住嘛 對不對 沒有 她住另外一個城市 對啊 然後就說當然可以來啊 然後就非常非常的開心 但我朋友要結婚的那一天晚上 她就來我家 然後我們開始準備穿衣服什麼的 出門什麼的 都過得非常好 然後我自己心裡在說 是不是今天晚上 就可以成功 然後我就非常的開心 你剛剛的眼神也太色情了吧 我們已經聊了 我們已經聊了兩三個禮拜 這樣子 才兩三個禮拜 這樣已經有感情基礎了 美國人兩三個禮拜很久了 已經有感情基礎了 已經算是很久了 已經算是很久 美國通常二三十分鐘就 後來呢 後來咧 後來我們在我們朋友的婚禮那邊 然後她就是 我發現她都是跟每一個男生 都是這樣子聊得很開心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有一點奇怪 她是不是當我的約會 但是為什麼一直在外面 跟別的男生聊天 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回家 然後我就是開始 可能要結晶一點 什麼什麼的 然後她就說 你在幹嘛 我們不是朋友而已嗎 什麼 什麼 你們兩個 傻隱 你們兩個睡在同一張床上面 對啊 一開始是這樣子 後來我就說 好啊 那我就去睡沙發這樣子 真的假的 對啊 這樣很好 對啊 然後她吹我 吹我穿上 好常忍喔 哪會常忍啊 這樣是很Gentleman啊 很好啊 對啊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Gentleman 好不好 對 對 對 所以我跟妳講 我也很喜歡悠遊 剛剛不是這個意思嗎 對 我沒法聊 沒法聊了 可以這樣 你不要這樣 我剛剛不是這樣喔 然後那個女的馬上發臉說 我跟妳說有一個潘娜喔 免費睡 免費洗澡 還有東西吃 這很好耶 我跟妳說 太誇張了 我也很後悔啊 所以我就覺得 你們女生不要再拿這一套 不是她是用大方的交朋友的心態 她其實希望你帶她去婚禮 她想在婚禮認識更多單身的男生 有可能 超壞耶 你真的很壞 你轉過去 因為她也沒有跟你講說 我喜歡你 所以我要來 女生會睡男生家嗎 中間聊天都有講到吧 就是沒有特別講到這些東西 但是她講到就是要睡我家 對啊 太明顯了 都一樣啊 對啊 她當然要睡家 你怎麼可以隨便講到睡人家 她是想說要睡你家 你卻想要睡人家 是這個意思嗎 真的真好 對耶 所以我覺得是男生意思的立場太多了 而且 你們家沒有其他的房間嗎 沒有 那時候我家只有一個房間啊 然後另外 有其他的房間 但是都用水泥封死 拍起來只有一間 大概是這個意思 也是門打不開 也有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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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美國人可能比較直接 我們來聽聽法國的 比較浪漫 C'est la vie 如果我們是朋友 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我 我對我喜歡 開心 小溫的女生 可是我們 如果我們 開始 約會 我真的不喜歡 因為沒有分別 所以 比方說 我在法國 我在野間 見一個女朋友 她說我的才 很漂亮 然後每一天 她APP我 所以我打算 約會她 可是一晚上 我 我去放個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 我給她看我的 她的照片 然後她 她跟我爺爺說話很多 真的嗎 然後我的好朋友說 對 我上個禮拜去放跟她 她很 她很好的 太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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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很希望 我們決定 笑她 所以我 一個禮拜以後 我請她去飯 然後 我們去前天的時候 我的兩個朋友 來 然後她覺得 很生氣 她們選擇笑那個女生 帥 不過女生會這樣子嗎 應該很少吧 我覺得很少 可是我自己有遇到 像我的前男友 她就是對每個女生都很好 然後我們大家一群朋友出去的時候 剛好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我的男友 然後那時候出去的時候就 我的一個很好的女朋友 然後就喜歡像我的男友友 你也沒有宣示主權 對 因為 大家出去吃飯就聊天 不會特別去講說 怎麼可能 我如果跟我的朋友出去 我都會跟大家介紹 這就是我的男朋友啊 對啊 要講 沒有特別講 對啊 你看女生就無差別 有沒有 不是不是 是我前男友 對大家都很好 然後因為我們去吃那個是 白飯要自己去拿 可以無限的 然後她就幫大家每個人去添飯 然後拿上來 添飯拿上來 然後其中一個女生 喜歡上我的男友之後 她就開始單獨約她出去 嗯 只是幫人家添飯還正常 對啊 算是很給你面子 可是她那種溫柔是 就是真的是很很溫柔 好像在對女朋友 每個人都 欸 還要不要摘一碗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你管他們要不要摘一碗啊 我自己不會去添飯啊 因為她都是你的朋友 她想要 不是 與其在那邊想說 你管他們要不要一碗 你為什麼不直接跟大家明講 這是我男朋友 所以後來我就有成功 我也常常會問中心靈說 還要不要再添一碗 就貼心 這樣很貼心啊 對啊 妳一個晚上應該講八次吧 八次 後來我這個女生朋友 她非常夠義氣 就是我一跟她講完電話 她說其實我跟她 就是剛開始交往 然後她就馬上說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不知道 然後她就再也沒有 單獨就是約我男友了 所以後來我們現在 還是很好的朋友 還蠻好的 其實有煞車有煞車 對 有義氣的女朋友 這樣OK 那我們來聽聽西班牙的說法 十滴 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德國男生 跟一個台灣女生 然後他們是好朋友 然後他們 為什麼少俠不在你就攻擊她 其實才可以講 然後呢 他們在同一個 一樣的朋友的群組裡面 然後那個女生真的 對少俠 對那個德國朋友 你剛剛講了 你剛剛講了 你說誰 你說誰 你剛剛說誰 特別好 很迷人 長得很美化 然後當然那個 所以那個台灣女生 是喜歡少俠的 喜歡那個德國朋友 然後 然後當然那個 那個德國朋友以為 那個女生很喜歡她 所以有一次他們在吃飯 然後吃飯以後 那個德國朋友 試試看想親親她 但是 女生說 咦 我們就是朋友而已 然後 然後 笑她 然後 就是那個德國朋友 很沒面子的感覺 很不舒服 然後那個女生 不當做這個 而且 跟所有的朋友講 那個德國男生很奇怪 她試試看親親我 都是台灣女生的錯 怎麼會 怎麼會 我沒有想到少俠 是一個這麼急的人 真的 真的 真的看不出來 真的 少俠你真是的 這個就是這個故事 帶給你的啟發 對 他是這麼急性子的人 我真沒想到 那我們再來聽一下 比較不受污染的環境 紐西蘭的說法 好不好 因為我之前在紐西蘭的一個 bio公司 就是賣衣服啊 然後 然後 那時候我剛才進去 然後 每天會有一個女生過來 然後每天就是 送糖果啊 然後就跟我聊聊啊 然後朋友在旁邊說 這個女生一定喜歡你 那我心裡面在想說 她們真的啊 應該是可以約一約啊 她是不是賣糖果的 蛤 她是不是Sales 賣不賣糖果不是重點啊 我以為她是 她只送我啊 她只送你 送給你而已 那就是OK的 可以 可以 那時候我就想說 去約她去看店 然後 到電影院的時候 她就看到我 然後說 欸 你一個人來喔 然後我像說 這麼 這麼奇怪的問題 我以為我們在約會 對不對 一個人來不是正常嗎 對啊 應該是啊 那後面 就是看到一個男生 從她後面走過來 有點像你的 可是更慘 可是 她就說 這個是我的男朋友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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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美 從頭到尾沒有問過我 說我有沒有男朋友 欸你不是在問男朋友很單純嗎 哇塞 自己去喊是啊 怎麼會有這樣的字板 誰把他贏 你們平平良心講 她也跟我們說 要去看電影的時候 也沒問我們說 有沒有男朋友 而且說真的 有可能那陣子是萬聖節 你懂嗎 對啊 每天都萬聖節喔 每天都會送的 可能每個人 那種甜甜女生 就是會 就是會覺得很貼心 那種感覺 對啊 你要送那個東西 應該是說 送一個 不會人人誤會的那種 不會人誤會的那種 不會人誤會的那種 好沒有 就是有時候 我們男生真的會發生這種東西 你有沒有碰過哪一種女生 可能是很晚的時候 打電話給你 說 我在你家附近 你要不要吃個宵夜之類的 這個 這種女生是最討厭的 在你家附近 對 我在你家附近 或是我多了一些東西 我在你家附近 我就送給你 然後就覺得OK啊 但是我們 至少我的想法是 如果你那麼晚 打給我應該是 你有別的意思 會嗎 不然就是他沒帶錢包 不是 我發覺 肚立把很多東西 都當作有別的意思 你知道嗎 就是都很想要 真的跟他講話要很小心 沒有 吉利姐 如果你這樣子對我 我會怎麼想好不好 你該不會這樣子 沒有禮貌 轉過去 這真的大逆不到了 真是 太過分了 知道錯就好了 真的 怎麼可以這樣 他是我先的 我跟你講 我們讓小小魚講給你聽 你覺得吉利姐的不準 小小魚 這是什麼意思 其實有時候在交朋友 也是會有肚子餓的時候 所以他就是會想說 晚上肚子餓了 他住附近 叫他一起來吃飯 很餓 不是這樣嗎 不是 有時候是一個人吃東西 很可憐 不是啊 獨立 如果哪一天是忠心靈 打給你說我在你家附近 我想要找你吃東西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嗎 OK嗎 而且最近話有一個重點 他怎麼知道你家在哪裡 他有去 他朋友啊 他有來過 而且他買的宵夜 搞不好也是在你家吃 會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是朋友很熟 而且每一次都是要聊很久 可能要聊一個小時 都聊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就是隨便聊一聊 而且又是半夜 所以就是話家常而已 就是很奇怪 你分不清楚半夜還是白天 半夜對一個男生來說 半夜比較多話 對 像我有認識幾個女生 也是體育界的 不是體育界 他們常常會半夜的時候 要不要出去聊一下這樣 聊什麼 就聊天 就只是聊天 那就真的聊天 聊個可能兩三個小時 可是一般的女生 他上班族可能十點下班 對 那因為他認識的 都不是一般上班族 對 就是因為他們 不是一般上班族 所以我就會更開心 可是他們找你出去 我說半夜 會不會是要你付錢 也還好 因為其實只是可能喝個東西 我覺得 你還是會付錢啊 幾百塊錢OK 那可是我最氣的就是 可能每次聊得很開心 然後半夜 聊完以後 他就跟你講說 哇 跟聊天好開心喔 我該回家囉 你跟我回家吧 這是 就這樣子喔 這就是結束啊 這是幹什麼 這有點圖一種方便的感覺 對啊 你這是幹什麼 這是正常的結束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我要 我覺得這是好幾次 你到底想要幹什麼 一定要講 好 莫多你講 我這個一定要講 我跟你講你們不能怪我們男生 我說真的 因為這個 我不會說節目的男生 最少我 你看喔 最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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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怪到你們 真的是男人 最少我 帥 因為我會用下半身思考 帥 帥 有時候會 真的 會啊 不然咧 不要假的啊 真的 會啦 欸 不能只用下半身思考 不是 不是 等一下 用腦球你們了 所以剛剛你們有講說 晚上男生就比較容易誤會 你們又會用下半身思考 所以就是說 晚上幾點鐘以後 不能跟你們聯絡 對 不是 大約幾點幾分 可以到什麼 等一下 不是這個問題 我要講講這個講句子 你那個沒有分白天晚上啊 對 我是沒有分 對 我是沒有分 一整天都是這樣 我是24個小時 我是簽家 沒有啦 沒有啦 那請願一個鐘頭多少錢 500塊 500塊 簽家就是你家 沒有啦 等一下我還沒講完啦 好想 等一下 我跟你講喔 這個東西喔 真的不能怪我們 因為呢 你看 男生本來就是 就是我們這個 我坦白講的 我們的目的地就是那個 我們是Hunter 對 我們Hunter H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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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獅子一樣 獅子隨時都要去受理 這是變性 所以呢 一個我們是獅子 一個 一個落在那邊 怎麼不吃 欸欸欸欸 可是把這個牌拿出來 就是單純牌 沒有沒有 一樣很Times 破壞我們影響 沒有Times有 我覺得你差不多該貼了 好啦 謝謝 真的 真的我轉過去了 這個是我個人的意見 謝謝 對 夢多代表是日本人的意見 不代表台灣人的意見 沒有中日本人 是我的意見 謝謝 也就是夢多個人 在銀座發生的一個小故事 太帥太帥 可是我跟你講 有的旁邊的人喔 我跟你講 他就會眼紅 有人對你好 旁邊的人就 哎呀 有沒有小的時候 就最討厭這種 就是有男生 就是你每次上學 桌上就有早餐 中午他幫你去排便當 然後就自以為很貼心 很明顯喔 可是 如果是 後面是今天的職業神 不是 可是就是如果你沒有 很有感覺的人 然後你旁邊的人 就會說 他喜歡你 煩不煩啊 你懂嗎 然後我感覺是 有可能是真的喜歡 很多人都是這個樣子 我以為你阿倫 長得漂亮漂亮的人 碰到的案例 應該是會比較成熟 是 他為什麼講出來 都已經是這麼的小朋友 而且他剛剛講的 台便當 自己都拿出來講 就是他幫你排 去幫你排便當 然後一副對你很好 然後那個男生 他可能對很多人很好 可是旁邊的人看 就會一直覺得 你們有曖昧 你不是覺得自己女生很可憐嗎 一天到晚 被人家說這個人對你好 這個人喜歡你 這個人又怎麼樣 好困難喔 其實有些這樣的男生 對大家很好的時候 或是會造成 你被對待的那個人 是一個 這樣講 每天有人不喜歡你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還有些人就是 對你好像感覺 你的任何事情 他都非常有興趣 不是其實知道 有時候在那種人群裡面 就是你剛認識一個 不熟的朋友 可是他對你的所有事情 都很有興趣 然後對你好像什麼事 你只要講說 對其實我覺得 那一家檸檬汁很好喝 他就說 真的嗎 我下次買給你喝 這麼好 很好啊 對 太好了 沒有介紹給我們認識一下吧 沒有 我根本懷疑 那個人就是做保險的 這是在拉保險 就是你會感覺 那個人是在一個銷售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那個 太好到有點不真誠 我懂這個意思了 有些人對你的好 他不見得是真心的好 他是有目的 他是有目的 對 你會懷疑這個人 隱藏背後的那個動機 到底是什麼 其實會 因為我有一個認識十年的好友 然後他是一個 人非常好的男生 他就是對大家都無差別對待 然後其中呢 他在 就是 無差別對待很好的這個女生呢 他就是會單獨跟他出去 然後這時候我的好朋友 十年的好友 這個好男人 他就覺得說 這次可能會交到女朋友 因為他都一直常常 單獨跟我出去 但是呢 久了之後 他開始有一天 就跟我朋友講說 我最近業績好差喔 怎麼辦 有些業績好差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幫我買個保險 然後 可是因為我 我那個朋友實在人太好了 結果後來他就答應他 然後我們想說 好吧應該沒買多少 結果他買了是那一種 一年要繳十五萬的儲蓄 然後 沒有利潤 要繳六年 所以他總共花了九十萬 在那個女生身上 然後他花了九十萬之後 那個女生就再也不跟他出去了 還好當儲蓄 儲蓄還是拿得回來的啊 對啊 可是這是 這是一個沒有利潤的一個交易 就是他不是說一個保值的東西 或是 你要的是什麼利潤 對啊 你朋友希望得到什麼利潤 照理說 難道他還以為可以以身相許嗎 不是 投資這種東西應該是 稍微有一些利息年息的 可以賺一點本金 很富利啊 對可是沒有 我就覺得就是有很多女生 就是我覺得他們太熱情了 比如說呢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啊 然後 比如說如果我們在我朋友家 然後他會準備水啊 他會準備 你要什麼 你要吃東西嗎 你要什麼 所有的能人 他會對他們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太熱情了 這個很好客啊 沒有我覺得這一種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的個性我沒辦法可以 可以接受 跟他等男朋友 女朋友 對因為我覺得太熱情 因為你知道嗎 這樣子的話 每一個男人 覺得他可能就是 喜歡他 或者是有一個機會啊 然後 我就覺得很麻煩 因為那個男人 就是看到這個女生 就覺得 哇這個女的很熱情啊 對我這麼好 那我可能有機會啊 所以有很多男生就是要醉他 可是我有時候 也做過這樣的事情 欸 而且你是以人生為服務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人 對我也做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 也是女生啊 女生朋友 然後他有一天跟我講說 他生病了 因為我平常都有在做飯嘛 對 我就會跟他講說 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燉個魚湯給你吃好了 什麼魚 是相同嗎 鱸魚 用炸的 對我就想要燉個魚湯給他吃 可是其實做完之後 我有一點小後悔 為什麼 因為他的確是有誤會到 可是對魚湯這種事情 那麼繁瑣 你為什麼要再做啊 可是這個問題的原點 是因為我每天都在做這些事情 這對我而言是非常輕鬆的事情 所以我想說 那我也幫你做一份 可是你還要特別去買新鮮的魚 這件事情就是比較高工啊 你不是說夜市買一個沙巴魚粥 送去 但是因為這個事情 我能完全體會 我老公就屬於這種人 幫人家對於他 好久沒聊聊理 對 他只要PO了什麼東西好 就是他PO上去 他今天做了比如炸菜肉絲麵 然後PO上去之後 大家就說很好吃 那比如說朱瑞姐說 欸這看起來好好吃我也要 他就馬上說好 我明天煮好送去給你 真的喔 不是小小有講 但是他如果有 沒有差點 可是他那天PO一個說 他弄那個泡菜 烤泡菜甜不辣 然後他們在烤肉嘛 我說哇真的這個好好吃喔 在哪裡吃 他說 他沒有說要送來的 我跟你講很奇怪 只要每個人說 他就說好我做好 他還真的回到家就做 然後隔天送去給人家 同一天你的泡菜那個什麼 甜不辣 甜不辣 我說那我也要吃你帶回來給我 他說分完了 所以他有十張訂單 他就要跑十個點耶 對 但是這個老婆沒有 太累 太累 沒有 因為你懷孕吃那個對 太重心了 我跟你講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他很會做菜 對 因為你已經知道了 因為他做給我吃 我不會特別地誇讚他 也對 對 然後他做給比如說小楊哥吃 小楊哥就會馬上PO 小小也會PO 他就覺得好多人覺得我做菜好好吃 對 所以我覺得郭欣應該也是這種心態 有可以了解 沒錯 我覺得郭欣他會有另外一種想法 他的想法是說 我雖然不能帶你吃大餐 可是我會用我的愛心做魚湯給你吃 超級像你的 你知道嗎 會讓人誤會吧 可是我覺得像郭欣這樣子 我覺得對一般的朋友 如果說是我的女朋友的話 我會希望他 你可以對自己的姐妹這樣子 因為像我女朋友之前就是 他有一個好朋友一個好姐妹 他好像懷孕 然後可是生產的時候 不是很順利 就失血比較多 那剛好他們的家人全部都在國外 只有他跟他老公兩個在台灣 那也沒有人幫他特別做月子什麼的 那我女朋友就每天會幫他燉一些 比如說魚湯啊 什麼麻油雞啊 雞湯啊 牛肉啊什麼 每天送去給他 然後我每天回家 我一聞到我就 哇塞好香喔 今天又煮了什麼 我就要吃 他不准我吃喔 他說不行 這是要給我好姐妹的 他說好吧 那你是給好姐妹的 那就算了 後來有一次我們就一起去看他那個好朋友 結果發現呢 那一鍋牛肉 他的好姐妹跟他老公一起在吃飯 一起在吃 你知道嗎 不是只有他好姐妹吃喔 他老公也在吃我女朋友親手燉的牛肉喔 這怎麼可以 我當場衝過去把他肉全部吃光 又是啦 我跟你講 這個時候我覺得你跟忠心靈好合喔 我太氣了 他最後一次爛鬥了 不是我真的衝過去 我真的衝過去馬上說 對我女朋友手藝不錯 我就開始把肉全部吃光 剩下全部都紅白蘿蔔給他們 真的太生氣了 不過這樣聽起來好像如果你關心對方的身體 好像就是自己的另外一半都會比較不開心對不對 當然啊 因為我有聽說就是有那種男生朋友 他可能是做公關公司的 然後他們要做那種化妝品產業 那化妝品產業大部分的那個公司裡的就是女生 他從主管 品牌經理到業務小妹 他都很關心 然後沒事就是會問人家說今天心理怎麼樣 然後如果小妹被罵 他晚上還會傳簡訊說 今天累嗎 還好吧 因為他可能被主管罵 可是他可能主管問 就是說生理痛或是哪裡痛 他都會一直問 就是覺得這樣的男生就是他有點目的性 可是他又是從身體啊 你的心情啊 什麼東西都要去照顧我 去下手 但是後來人家有誤會嗎 當然 因為女生被這樣關心 不管你是上上下下 因為品牌經理都年紀比較大嘛 就覺得我是不是有點市場 那小的就覺得 哇這哥哥對我好好 所以全公司都被他收服 而且不同 而且還不只一個品牌 譬如這個集團下面有四五個不同的品牌 他每一個都這樣 好忙 我想到我有個朋友 他是那個髮型設計師 一個男生 長得很帥 哇那個最厲害 他不是故意的喔 但是他就會 已經是他職業病了 像有一次我跟我女朋友 我們去 我女朋友找他弄頭髮 弄完以後 然後我們一起去吃飯 吃飯吃到髒 就是吃一半 他坐在我們兩個對面 他就這樣一直這樣看我女朋友這樣 看很久 然後突然這樣 然後就這樣 職業病吧 對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就 我就突然 因為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會 一定會突然有一點覺得 嗯 怎麼這樣 然後回去以後 我女朋友竟然跟我講說 我今天被你朋友電到了 蛤 因為真的 有進電的 不是 一定會電到 因為我那個朋友長得很帥 然後男生 男生這樣一直這樣看著你 對 突然手過去 他這樣弄一下你的頭髮這樣 如果是你我真的不會 阿比歐 我會耶 如果阿比歐過來說 你不要碰我 要不要剃個光頭 你是不是會願意 剃光頭 好 好 那妳看我 妳看我 剃光頭 妳 要不要 剃光頭 朱莉姐我們來吃飯好不好 妳要不要剃光頭 我沒在剃 我會講說 他講沒有說服力 杜莉問妳有說服力 對 朱莉姐 好色喔 她什麼 她的眼神飄過去 怎麼就有色情的感覺啊 朱莉姐 給我看 給我看 妳最近在我面前把別的女生 我現在就要問她問題 那小小雨呢 妳有什麼樣的案例 妳就講給杜莉聽沒關係 我覺得 無差別這種東西啊 就是其實也是會受傷的 因為我有個好朋友 她就是對每一個女生都無差別對待 像剛剛那是有目的的嘛 對 我的朋友她是真的完全沒目的 她就是個好人 她想要用真心 可是她忽然是絕情 她那時候就是覺得說大家吃完飯 然後要送其中一個比較喜歡的女生回家 但是因為她是無差別對待的個性 所以她就送了全部人回家 然後好巧不巧 剛好那天一個人住台北市 一個人住新北市 一個人住基隆 然後她就一個人開車 然後到好多個點 然後送大家回家 然後她自己回到自己的家的時候 已經凌晨了 所以我覺得無差別對待 要適可而止 不然累到自己 那她加入台灣大車隊就好 既然她這麼喜歡開車的話 是不是 我覺得這樣真的不好 我們好朋友都會勸她說 不要這樣以後就追要追的女生 送要追的女生就好了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屬於這種人 你會不會擔心 會不會覺得你的另外一半很危險 他對每一個人都一樣好 當然會啊一定會啊 我老公以前就屬於這種人啊 我覺得她對誰都蠻很好 只要是女的 不是我覺得你老公都是我目的心的 婚前 他聊的是婚前 我今天是從走進來 一直刺我到現在 我要不是看在你會懷孕的份上 她說婚前 末荒末荒 對不起Julie姐我自己轉 可是有的時候給這樣的人照顧 不是因為你老公真的長得太帥了 我覺得她隨便只要對一個女生好 那個人女生就傾心了 不是她就是有一個很壞的習慣 就是跟人家講話說喜歡的眼睛 一直這樣看著人家 對 帆哥眼睛是會放電的 超愛電人的 你知道她後來結婚 她這樣一直在看人家 我會打她頭 剛剛講到到哪都送這個問題 我又突然想到 男生們 如果你對女生沒有興趣 你到哪都順路都會送他們回家嗎 就是 可是有時候是為了不找痕跡 可能今天五個有一個是你喜歡的 所以你會把喜歡的放到最後才送嗎 有時候會這樣 會會會 那如果她說第二個就到了呢 有時候會怕太明顯 對啊 欸 夢多都在 她住九州都把人送到橫濱 她都送了 誇張 沒那麼誇張啦 我同你們 就是你們講的感覺 但是就是我也同你的老公的感覺 因為我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的女朋友一直跟我講說 欸 你可不可以跟就是女 我跟其他的女生朋友可不可以有特別 我跟你講 夢多真的屬於這種男生 因為當時候他跟我老公在拍大道稱 其實我跟他也不熟 但我坐下來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是這樣 嗯 嗯 我心想哇這個日本人怎麼了 哪有是禮貌好嗎 這麼認真禮貌 禮貌 而且因為你會講日文很開心 然後就是我們就是當戲的時候對不對 就是聊得開 所以就是哇好開心就是禮貌 但是就是參照我的女朋友 或去喜歡我的女生 誤會 如果當你女朋友一定會覺得很可怕 對 但是這個我說真的啦 就是你的老公也是 我也是改不了 西班牙古龍會嗎 比如說你 你沒有喜歡這個女生 你也會送他回家嗎 不會 一點都不會 所以你一定會送喜歡的人回家 一定要 對啊 這樣比較好 肚立也會 比較好 我不知道 有時候就是要看一下那個狀況吧 如果是真的太晚 或是他坐不到車 然後我們就送他回家 這樣子而已 但是就是要講得很清楚 那時候如果有女朋友 你一定要講清楚 我覺得這是OK的 可是他剛剛說 比如說他家明明就住淡水 但你住那個基隆 他還會送你 你會先送人家 然後你再回家嗎 不然我要讓他睡我家嗎 沒有啦 沒有 你又要想要睡 已經睡過了 如果他睡我家 睡了又睡 他好喜歡人家去睡他家 對別的睡 你們家是不是遊民收容所 在做義豬套房 對不對 無差別待遇的人 他很體貼 可是有時候會讓人家造成困擾 因為我以前就碰過 就是他的客戶 就是男朋友前男友吧 就是他的客戶呢 譬如說很晚下飛機 或是怎麼樣 會簡訊 他會說你下飛機可以簡訊 我就是自己以為是很 然後他就真的下飛機 半夜簡訊來說 剛剛飛機delay現在到了 可是當我看到這簡訊的時候 吃醋 你有事嗎 你到了關卡什麼事啊 但是這是 這還是算客戶 還是有目的的嗎 他只是覺得客戶就是好朋友 那如果是你的朋友 你的客戶跟你說 你到了發個簡訊給我 你對他也沒意思 他對你也沒意思 你會不會覺得這樣的要求 有點困擾 會嗎 我覺得好煩喔 這種 我最討論人家說 我幾點下飛機 關你什麼事 對啊 我幾點到家幹嘛跟你報告 那你會不會覺得 回或不回都是困擾 會 會 因為一旦人家開口了 對 那你好像不回變成我沒禮貌 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也不是怪那個客戶 我是怪這個前男友 對 可是你上班時間還好 如果是半夜 不管是客戶還是N客 這個都很怪吧 對不對 半夜 你半夜 這個有時候趨寒溫暖 傳簡訊 這個就很奇怪 對 他那個時候的解釋會說 因為客戶就對他也很熱絡 那他基於是客戶又是好友 所以他也就是會跟人家互動 男生會提出這種要求嗎 好孝遠 我覺得這很正常 非常 一開始講過 這是一個很紳士的行為 比方說 比方說我們大家一起出去 然後可能稍微晚了一點 比方說 那我會 那你又是自己坐計程車回家 還是怎麼樣 我就會講說 就會跟女生朋友講說 那你到家 傳個簡訊給我 我起碼知道你安不安全 對 我知道你安不安全 畢竟你是女生嘛 嗯 對不對 這是一個男生應該做的事情 對 趴校園你帶我出去的 把跟我一起出去的時候 我回家 你記得叫我傳簡訊給你 就是 會不會忘記講 你這樣算是在告白嗎 不是 你太想太多 而且你 你為什麼要我會助理解 而且你要帶人家去哪裡 對 要帶人家去哪裡 沒有啦 比如說大家一起去吃飯 就萬一我一個人回家 那你下次要記得叫我要 女生朋友就應該說 傳簡訊啊 不是 因為女孩子 柔弱 你會希望說 他到家是不是傳個簡訊 對啊 像杜莉回家 我就希望 載他回去的計程車司機 傳簡訊給我 對啊 對不對 這不一樣的感覺 真實 像凱吉有碰過一個案例 就是 也是為了工作 但你覺得很不舒服 是不是 對啊 這件事情我覺得滿不舒服 這怎麼樣的狀況 就是我沒有講過給我朋友聽 因為我當初覺得我是 是不是太敏感 可是當初那個感覺是滿差的 就是 我那時候是去總部去拍戲 我女朋友就是沒事 所以她陪我下去 那 就是 我們拍戲兩天而已 因為就是小部分 那現場很多男生 也是有其他的外國人 然後 那些男生我也不熟 所以其實 也有女生啦 可是我的個性是說 我不想要 我女朋友在身邊 我不想要讓她 就是覺得誤會 或是不舒服 所以不會去主動 去跟那些人 就是互動太 太親密的 可是 我發現在兩天的時間 她可以要到全部 那些人的電話 跟Facebook 全部男生 對 女生有嗎 蛤 也有要到女生的嗎 我沒有注意到女生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們坐車回去的時候 她是一直在玩那個 Facebook啊 然後是在打簡訊 然後 我就是注意啊 因為她就是聊得太開心 因為她可能其實是 對外國人是比較好奇嘛 你也是外國人啊 我是啊 可是我朋友都現在覺得 好像我已經不是外國人那種樣子 她會更害怕 想說 她們習慣了 她女朋友的菜就是外國人 她還跟其他的外國人 留了一堆臉書回來這樣 為什麼我想說 我可能太敏感 因為我心裡面的OS 是在想說 是不是這個女生就是喜歡跟外國人聊天 懂作太快了吧 對 對不對 兩天就所有的 所有的女生 可是她只是聊天 她沒有單獨跟別人出去就好 沒有啊 就是互相拍照啊 然後就是 她自己的事情也是會在那邊跟他們單獨聊 但是 因為你在工作 你女朋友是陪你去工作 她可能沒事情做啊 對啊 其實不用懂啊 是心長還有女生嗎 如果說都是正常外國人還好 那如果說其中有夢多 那你不要相信 喂 喂 好有道理喔 她剛剛已經講到她不在 沒有沒有 我覺得凱傑會擔心的是搞不好 那些外國人長得像捷克一樣 很帥對不對 我是不怕女朋友的那個 的那個行為啦 可是我怕可能是其他的男生 也會因為差無差別的行為 而誤會 然後在那邊越差 然後會造成困擾 這樣子會被人家誤會嗎 有可能喔 如果只是單純以一個遊客的心態 因為她的男生不是很喜歡 把女生的熱情 就以為女生在喜歡她 所以是有可能 而且大家都不熟 所以我就怕會有這種情況 很多男生就會不管 這個女生是不是有男朋友啊 她就不管了 有一點 所以是外國人比較開放對不對 沒有 我們是很單純 又來了 現在怎麼一直出現那個字 我跟你講 比單純 有誰比凡哥更單純 沒有 沒有人 真的沒有 是人家跟他募款 他就給 我老公平常根本就是一個超複雜的人 好不好 真的嗎 對 可是他只要一遇到女人 我就知道他就變超單純的 只要女生跟他開口 是不是 他就一定OK 只要女生跟他講說 凡哥我最近在自己做一個小生意 做面膜 那你要不要幫我捧個場 他說好啊 那我幫你買一點 我們的一點是多少 多少 比如說兩三千塊嘛 對啊 面膜嘛 他說你就先幫我 那訂個十萬塊好了 什麼 十萬 你知道嗎 等到我回去後 我發現說兩箱面膜在那邊 我說你發生什麼事情了 他說沒有啊 那就是那個誰 幫你買點 結果可是那個女生會誤會嘛 我認為那個女生會誤會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樣子OK 他是覺得說 不是我想說也幫助年輕人 OK好 那你就算了 結果過幾天我就看他自己 又偷偷摸摸在那邊 按手機按按按按 我已經不太想理他 我就是他前面晃來晃去 因為我想說他遲早要跟我講的 過一會兒他就跟我講 他說 那個 明天幫我匯個錢 我說匯什麼錢 他說 因為剛剛有一個女明星 然後跟我說要募款 他說 蛤 募款 他說對 他說募款 那你就匯到這個帳號 他就把這個帳號傳給我 一看是私人帳號 我說募款不應該是有那種什麼 財團法的 基金會 基金會的那種 他說沒有 他是說他集資之後他要去 就大家的錢集資之後他要去捐款 我說 那你知道是什麼目的 他說我其實沒聽很清楚 那重點是他要匯多少 他那次好像跟他匯好是兩三萬 幾萬塊錢的事情 我團哥都是以萬起跳的 對 然後問題是重點來 我那時候只問了他一句話 我說那女明星身材好不好 他的脖子就這樣 還不錯 我說那我知道了 明天去會 為什麼還要弄肢體 我會了我心裡很不舒服 你知道嗎 對啊 我心裡想說我是一天到晚 要收這種帳就對了 我有一個德國朋友 德國朋友 德國朋友 他以前在一個台灣女生一起 然後那個女朋友 有一點怪怪的 因為有一次那個女生有跟 德國朋友說 我今天晚上不能見面 然後朋友 那個人生問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要我有一個生病的朋友 要好好照顧他 要幫他賣藥 幫他煮飯 幫他按摩 幫他給他吃 幫他按人 不行不行 少俠最忌諱自己的女朋友 去幫別人按摩 這種事情 德國人會殺人 對 到底生什麼病啊 等一下他按哪裡 等一下等一下 然後那個男生 當然很生氣 所以他問他 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真的很生氣 那個女生說 沒關係 反正果對所有的朋友一樣 所以當然他很生氣 那你可以回答他按哪裡那個部分 那個地方 按摩哪裡 告訴大家 他不要跟我講 沒有我們等那個少俠回來 少俠來問 對 一定是他吧 對 那雅倫有別的例子是不是 就是如果男生朋友 他也是無差別 他是會很貼心啊 對我們不是他女友的女生朋友來覺得 好貼心喔 我們出去逛街 他都會幫忙提東西 出國一起玩 還會搬行李 就像一個苦工型的男生一樣 可是呢就是 他連 我們大家吃剩的東西 或是去逛夜市 譬如說 一份香腸 或是一份雞排 吃不完 他也會幫你吃掉 那 當他的女朋友就很辛苦 因為 他的女朋友的東西 或是買的東西 或行李 他反而沒有這樣對待他 所以那樣的男生他就是只是覺得 就是想要照顧 這個不算是無差別 但因為他對自己的女朋友特別不好 對 也不是特別不好 就是說先會照顧完別人 再照顧他女朋友 這樣不好 可是你剛剛講搬行李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樣我要替男生說個話 因為男生從來就被訓言說 你要很紳士 你要幫女生提東西 搬行李 那如果連這個都不能做 我就不知道那個分際線要在哪裡 可能還是要先幫Emma拿完 我覺得搬行李OK 再幫別人 搬行李OK 可是吃掉別的女生 吃掉女生 這就不行了 對不對 因為他會覺得 他不想浪費 而且有些女生都只是想 每一份東西吃一點 然後他就會幫人家的吃掉 然後當他女朋友看了 你吃掉別人的那一份 那個不管是什麼小吃 他就會覺得莫名其妙了一點 想說有沒有那麼餓 所以就吃了別人 吃了一般的東西 或者是用同一個容器 是不行的嘛 對啊 對不對 那還有其他的是你覺得 不應該做的嗎 我啦 我個人 我的女朋友 你可以對你所有的女生朋友很好 任何姐妹都OK 但是異性絕對不行 完全不行 完全不行 好當然是 比如說你們是好朋友 去聊天什麼的 但你不可以說 比如說幫他做東西給他吃 如果人家生病咧 生病尤其不可以 如果人家生對 燉魚湯 還用喜相逢 你對這個人 有什麼樣的看法 因為這樣子 應該用一葉乾 會比較好吃 沒有 因為你 假如說是男生 生病尤其不可以 你假如說是 比如說今天約說很多 一些男生朋友 男男女女大家都有 然後來我家做飯 我裡面有做飯給大家吃 我也在 可以可以 有面子 可是對 假如說比如說今天 就是說他約幾個男的朋友 球隊的朋友 來家裡面做飯給他吃 還叫你出去 那球隊不行 球隊太會吃了 對不對 會吃垮的 你重點在這裡 是球隊太會吃 還球隊的人太可怕 那都有 其實重點就是 你不可以 單獨對一個異性的朋友 特別好 但是不一定 因為現在很多的異性 他不見得是真的是男性 他有一半是可能很喜歡 除非他是gay 對啊 朱莉姐也覺得 曖昧是 曖昧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難去形容它 我覺得言語上的曖昧 我覺得可以接受 如果說我對另一半的一個標準來看 就是說言語上面偶爾 稍微我覺得可以 可是我覺得行為上面 我其實真的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哪些行為是你覺得不可以的 當然我們先排除掉肢體 肢體本來就不ok 有一次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久以前有開過一些店 就是餐廳 那裡面就會請一些年輕的妹妹 來做事 那我就記得說有一次 有一個妹妹就忽然來上班之後 她就趴在那個桌子上 好像人不太舒服這樣 那我當然我就過去看她一下 我說你怎麼了 她說還好沒事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因為剛好也休息時間 可是我老公就過去摸摸她的頭 她是髮型設計師嗎 並不是 她也不是造型師 是不是 她摸摸她的髮 她是愛情列車長 幹嘛 氣死我 然後我就說 你有事嗎 她說沒有 她就說 你有沒有止痛藥啊 她說她經痛 她月經來她生理痛 所以你要不要給她一顆止痛藥 我心裡想我剛走過去 她都沒有跟我講這件事情 你跟我老公講說你生理痛 怎麼會跟男生要這個 然後我老公還一副很可憐的樣子 那我氣到我就說 怎麼樣 我是沒有月經嗎 幹嘛這樣子 說實在 現在還有嗎 你為什麼要這樣講 還好笑遠 太過分 不要問了 等一下 你轉過去再講 我自己轉 不過我跟你講 我有一件事 是我有點覺得好奇 因為我跟我老公認識的 我應該這樣講 我到現在我還不會拌麵 所以比如說 我只要是叫乾麵 或者是需要拌的東西 我都會說 我老公現在是一個反射動作 只要是乾麵來 他就自動幫我拌好 對 他就二話不說就拿去拌好 但是 我後來發現 他對所有的女生 都會這樣 這個習慣又養成了 他會覺得每個人好像都不會拌麵 所以他現在跟誰出去吃飯 只要乾麵一來 不管對象是誰 只要乾麵一送到他 就是筷子拿來拌拌拌 然後再交給對方 OK 可是這是 他沒有差別待遇 我剛剛講的是 他有一點點差別待遇 因為是 我不舒服的時候 他沒有管我吧 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的舉動會不會讓女生覺得 我會吃醋欸 你會吃醋 我會吃醋 而且我會 就是私底下跟我 就是如果是我老公 我就會說 老公別人都會拌麵 我會這樣子 不會拌麵只有技能 我只有這一個的狀況之下 我會制止他 就是那個女生的男朋友也在的時候 OK 我覺得說你不要這樣 我覺得不OK 因為昨天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他忘我 袁國老闆送了一碗乾麵 要給你老婆的時候 是 我老公就直接拿來 我拌到一半的時候 我說你 我說小良哥坐旁邊 你千萬不要幫他老婆拌麵 你不講我們完全沒有察覺這個 你發現對不對 真的 因為我們想說 多一事不如 但是我 你會不會甚至沒有發現 老婆坐旁邊 有 他有坐 他有坐 可是我現在是 剛剛是以女生的狀態 你會吃醋對不對 我怕男生也會吃醋 對 如果男朋友坐旁邊的時候 男生會 男生如果 你的女朋友被其他人這樣對待 你們會不會吃醋 會的請舉圈 不會的請舉差 這個好像 對喔 他把你跳過喔 然後幫你老婆也沒有 這個好像會耶 其實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說 那個女朋友或太太直接把筷子拿起來說 我來辦 如果說對方的男朋友 但是重點是在於 小良哥跟小良哥的老婆 完全沒有發現我老公在辦那一碗麵 對 對 他們有那麼忙嗎 所以 大家都會吃醋耶 沒有注意 會啦 小良哥都沒有吃醋嗎 我真的沒有注意到 而且我老公 還是互辦 我也會幫你辦 那你覺得沒有對我哥這樣的事啊 沒有 而且我老公有時候會細心到 連別人的牛排都切好 都切好 就女生他覺得 都切完有餵他嗎 倒是沒有這個啦 但是我就會擔心說 如果真的對方的男朋友在 我都會跟他說 你不要做這件事 我覺得他可以去選里長博耶 他就這種個性啊 不是耶 他已經讓了新宿人 他很累耶 你看 這樣是不是很危險 會有一點 他就一個無心的行為 對 而且這邊也是全數通過 比剛年元世凱的票數還高 你知道嗎 所以男生要記得喔 有時候不要太體貼 要留一些事情給對方的男朋友做 是 對不對 那有一些體貼他可能會 顯現在肢體上面 是不是 手來腳來這樣 猶豫過這樣 我覺得男生 跟好朋友或是女生拍照 這個手的擺放位置滿重要的 這個講 對 有一點不明顯 我們不如請 亞倫跟那個 法比歐我們在 我們請他們兩個來示範一下 怎麼樣的行為 算是有一點點超過 讚讚讚的 不適宜 我是當男生 OK 我是當男生 就是如果拍照啊 男生 你測一點好了 他如果是這樣子扶 怎麼看 他要看背後 這樣子扶 再側一點 這樣子扶 這樣子扶 拍照 扶在腰上就不行 然後你這邊是 攝影機 OK 這個OK OK 然後如果再過來一點 就是比較情人式的 再過來一點 這個又吃豆腐 哇賽 你懂嗎 那來就Kevin老師了 那還有再過來的嗎 你說 繞到前面這樣子喔 這 這手太長了 但是我跟你說 這個太不尊重了 我們有時候就是 所以我會看 如果男生他的是 真的拍照 大家是你知道 好朋友好朋友 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不可能就是這樣 給人家拍嗎 搭肩可以吧 搭肩也 但是搭肩可以 可是比較Gentlemen 你遇到的狀況是什麼 我最近 最近有看到一些照片 我就會開始懷疑說 這些人是不是在一起 什麼意思 就比如說拍烤 就是烤肉的時候拍的照片 對 烤肉 他 我跟你講 女生在這邊 然後男生在後面 比如女生比夜 對 男生的手擺在我大腿 這樣 這樣 不可能 這樣 不可能 這樣一定有什麼 真的 就是這樣 好親密喔 這樣很親密 真的 可以這樣嗎 杜莉 如果你要把他推過去啊 你說 你看人家看不到你 什麼 你就是要這樣 就是不小心被拍到 不可能 不可能 還有一種是 殺青酒的時候 兩手還著我 是 然後沒有到那樣子 是這樣 然後我也是這樣 是 可是他們是什麼關係 演員跟演員嗎 戲裡面 戲裡面是情侶 但是那一天是殺青酒 如果是這樣 然後我就會懷疑這兩個人在一起 對 對 我跟你講殺青酒 也是一個淫亂的現場 哪有 看戲好不好 我可以接受摟腰 是 我覺得這樣都還好 可是摟到正啊 不行啦 這樣子啦 差不多 但是我那天看到那個照片 是真的在大腿上 不是 所以我現在就等著在看 他們的緋聞上看 那摟肩膀呢 摟肩膀我覺得都不會怎麼樣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是有 有照相機在拍 是 全部的記者都在的時候 輕輕的 我都覺得那是OK OK 對啊 就是有很多記者在的時候 你們兩個這樣輕輕 一目情侶這樣輕輕是OK的 正常 但是我剛剛講的所有的照片 都不是記者拍的 自拍的 自拍的 然後手會不自覺摸到人家大腿上 對 你只要是現場有記者在 拍的照片都不會是真的 自拍的照片 就要問一下夢多了 對 沒有啦 自拍對啦 其實沒錯 因為我之前就是被女朋友講過 如果 肩膀 就沒事 就是 弱腰不行 你現在來示範一下 這樣看不懂 如果他說 這樣子OK 但是我有一次就 這樣子 他看到我的手在這邊 對 他就生氣說 但是這個應該 如果這個照片是誰拍的 女生挺像老男生嗎 我自拍 這樣不行 對 然後就打吵架 因為本來就是 對她沒有感覺 但是呢 那個女生後來發現 欸 因為她會演藝會 讓我落壓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後來發現那個女生 也是一點點對我有感覺 對 所以其實你講的沒錯 可是自拍也是要有一些界線 對不對 對 就是我前男友之前跟人家 肢體接觸 接觸到點 我真的受不了 怎麼叫接觸到點 接觸到點 就是3點 3點 超誇張的 需要一個前男友的model嗎 先不用你演前男友 就是我前男友 他們公司有個女同事 那女同事是一個非常熱情 非常 我覺得行為太過於誇張的人 她會跟每個人拍照的時候 然後是整個胸部這樣貼上去 然後貼上去 胸部貼上去 還要臉貼著 我前男友 喔 是喔 就是 整個這肉貼 對 好好喔 真的蠻好的 可遇不可求 對 怎麼可以這樣 可是 可是我前男友 他是有另外一半 不可以這樣子 對 因為疊取東西方 大家的尺度不太一樣 對 覺得剛剛身體接觸這樣OK的請舉圈 不OK的請舉插 認真喔 誠實 我們不OK嗎 你覺得不OK 我覺得這種是一個禮貌的行為 你還要考慮到 非常禮貌 非常禮貌 有時候我們也 那你女朋友 我們也不好意思把人家推開 難道我把她推開說走開嗎 不行 要推 我們問一下郭馨 如果是你的女朋友 剛剛這樣拍照 用她的胸部頂著別人 你也OK嗎 如果是我自己的女朋友 是不是 其實會有一點不OK 那你為什麼要舉圈 那你為什麼要舉圈 對 你看 那我們問一下西方的 Dudy 這樣OK嗎 我覺得 如果是別人的女朋友 是OK的 你們看 你們還是有差別的 超不誠實的 你不可以全部都按圈 對 其實這樣對女生不公平 是不是那法比歐勒 可是現在我知道很多女生的好朋友是男生 所以如果女朋友跟她的好朋友 男生很近 保心 我覺得沒關係 可是如果是別的男生 我受不了 要是你認識的男生才可以 所以她剛剛是講拍照嘛 有的時候酒憨耳熱之後也會 因為她說的那個狀況我也有遇過 就有一個男的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是她很好的朋友 我知道 就突然跟她講心事 講一講之後怎麼樣呢 怎麼樣 她哭出來了 男的 她就這樣哭出來了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結果我那個女朋友多害怕 怎樣 她就直接這樣 哎呀你不要難過啦 她就這樣 你很開心對不對 你我 你 但是那個男生是喜歡男生還是女生 沒有她喜歡女孩子 可是那個狀態你看了 你有一種就是 你會又有一點好面子想說 先不要把他們分開好了 因為這樣可能人家覺得你很小氣嘛 對 可是你會看到她 在她的懷裡這樣子安慰 喝醉爆是不是不行 不行 因為我就是一個 之前的女朋友 就是她 她有很多次 不是只有一次 兩三次 她喝醉 然後我們就是走路 結果看到她的朋友 哇 男生喔 好久不見 就是泡泡 我說算了還好 但是問題是她泡得好緊 哎呦好壓力喔 什麼的 然後我在旁邊 四個人這樣子 然後都沒有接受 她一直聊天 一直聊天 一直聊天 聊完之後 好OK拜拜 就走了嘛 她是誰 她說我的好姐妹好兄弟 嗯 我說屁啦 怎麼可能會這樣子 結果呢 就是過了幾天 因為我不太會 不會看那個女朋友的手機 剛好就 但是我在睡覺 一蹦蹦 一直震動 蹦蹦 我覺得很吵 看一下 看到 那個留言 下一次我睡你家 什麼 男的傳簡訊給你女朋友 肚力 對 這沒有一定是肚力 沒有沒有 那時候就 因為已經看到這個嘛 所以我本來不想看 她說算了看一下 結果 聊天宴那個Facebook 有照片嘛對不對 就是聊天的 都很像就是那個 上一次看到的就是 泡泡泡的男生 然後就是內容 非常的曖昧 非常的曖昧喔 真的一定有鬼 男哥你看這怎麼分呢 我跟你講不管你是做口碑 還是做面子 你在外面做任何無差別待遇之前 請注意旁邊有一個銳利的眼光在看著你 小心另一半就在你身邊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二分之一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我們下次見